欢迎回来Nioca 今天这期视频是人机大战系列 看我左边的手冲咖啡机 我先说它可以做什么 它是可以模仿咖啡师的手法来冲煮咖啡的 具体是怎么样模仿呢 后边制作部分我给大家来演示 今天我们用相同的咖啡豆制作 这边我用机器 右边我自己来手冲 最后来看一看到底是我做的好盒 还是机器做的好盒 做完之后给到我的同事们来盲测品尝 让他们来投票 那做之前我先来设定一下这个机器的萃取参数 今天我们用的咖啡豆是埃塞俄比亚的水洗组的冠军 我要先连这iPad设置一下它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然后这个温度我设置成93度 22克的粉 那么我用1比15的冲煮比例 注水的话就是330克 然后设置的冲煮的方式是三段式的冲煮 第一段我先用50毫升的水 每秒5的大一点的水流 闷蒸20秒 第二段注水150毫升 每秒用2的小水流 再间隔10秒钟之后 第三段注水最后的130毫升 每秒以3的水结束 然后这是我设置好的一个配方 那我自己手冲的话 我也会用三段式的冲煮的方法 烧水的时候它就会响 听得到的吧 然后这个上面也会显示它现在的这个实时的一个温度 那这两个滤杯它是有点不一样的 这个是它自带的滤杯 所以说它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这是两边都抹好的粉 好 基本上准备好了之后就开始了 现在水是到92、93 水温到了 好 同时开始冲啊 我先注水闷着 我先注水闷着 嗯 我感觉在这个冲煮状态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我冲的会更好一些 自我感觉啊 那第二段呢 我设置的冲煮的水流小一些 是为了冲煮过程中增加整个手冲咖啡 煮掉的甜感以及厚重感 好 第二段 然后再停个十秒左右 第三段 十秒之后的第三段了啊 那第三段因为是末段 我用稍微快一点的水流 来增加这款咖啡茉莉茶感的这个尾韵 哎 结束 好 基本上整个这个冲煮的时间在两分钟多一点点 先温一下 我温一下杯 好 现在我去叫同事分别喝这两边的这个咖啡 然后让他们来选 如果他们觉得哪个咖啡好喝就把这个我们这个小的logo投到哪边 毕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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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忙的来过来就是喝咖啡投个票就是这边和这边 然后呢 你喝一喝哪边的好喝 好的 尝一下 收个口啊 这个蛮甜的 你选哪边吧 你选哪边吧 都蛮好喝的 都蛮好喝的 我觉得都蛮好喝的 必须要选一个 我觉得这个好喝一点 哦 就是这边好喝的吧 哦 就是这边好喝的吧 对 这边 因为我觉得这个它的层次感和那个巴黎感会比这个绿色那么一丢丢 喝一下这两边的啊 就是选一个哪个好喝 说一下原因 再喝下右边 哪个好喝 哪个好喝 这个好喝 你为什么觉得这边的好喝 对于水洗豆来说不酸了 现在平票啊 现在是 哪个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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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您选右边的 因为这边比较平衡 因为这边比较平衡 喝一下 喝一下 对 再喝一下这边的 这两个不一样 这边和这边不一样 这边和这边不一样 感觉这个稍微酸一点点 哪个酸 这边酸 对 好 再喝一下这边的 喜欢哪边的 这个 你喜欢这边的 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觉得有点苦 你那个苦 好 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 3比2 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我是不能接受的 我怎么能输给机器呢 我真的是 我不能接受 我 我真的是不能接受 我输给了机器 所以说我 还是要自己在最后尝试一下 哪个做出来的好喝 尝一尝 先喝一下我的 我觉得很 很清甜啊 而且 带点茉莉的 香气 我觉得非常赞 我觉得我冲的还是蛮好喝的 我才喝下机器的 嗯 我觉得机器怎么应该没有我做的好喝了 那为什么他们都选这个呢 我给我自己投一票 我觉得这个3比3至少要平手 对不对 我不能输给机器啊 虽然说现在有点凉了 可能是就是刚才冲出来的时候呢 热的时候他们觉得可能机器冲出来热的比我的这个热的好喝 但是现在凉下来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好喝吧 机器的这个body感好像比我的这个要稍微足一点 就是各有各的风格吧 就是两边的话 机器它的这个喝起来很厚实很饱满 嗯body感非常足 香气非常的浓郁 右边的这个我冲的这个非常的干净 酸度很明亮 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滤杯不一样 那过滤的水的速度也不一样 造成了咖啡的风味也有一些不同 所以说我觉得我也没有输 我们就是一个平手嘛 对不对 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来mix一下喝一下 Cheers